兩岸如果真的開戰 我們會贏還是 輸 兩岸實力差太多 差太多 差很多 差太多 一定是人民輸錢 不如把錢剩下 照顧人民就對了 近期啊 我們的軍方 編列了超級高的預算 究竟多少呢 連這個中央社 他都有說這個創新高 對 所以當時我一看到預算 我都傻眼了 3,720元 太多了吧 是我們大家的這個振興啊 這一些 其實預算下來也是牽引 這個就佔了我們幾分之幾啊 佔了非常多耶 但是Keypoint來了 今天你看到大陸的軍備是多少 2.8 少叫 完全不同單位 嚇死人了 為什麼這次說創新高 2017年的時候是3,217元 一張選票啊 真的是很重要 你看一投下去 所以我們瞬間變得不安全 會覺得有點丟在垃圾桶啦 好 不如買一些疫苗啊 買一些東西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西門 來問問看我們路上的觀眾 對 或者年輕人 對於編列這個預算 因為都是人民納稅前 他有怎麼樣的感受 沒錯 那我們馬上來訪問我們的觀眾吧 Let's go 走 好 同學你們好 對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想要問你們一個時事的問題 最近呢我們台灣在軍方編列的一些預算上面呢 創新高達到3,726億 中共 那他們的預算呢 在軍事上面已經達到5.8兆了 那對於這件事情你們的感覺是什麼樣 第一個 喔 太棒了 有機會跟大陸對抗囉 第二個是 欸 別鬧了 不如省下來照顧人民吧 再來第三個呢 五感 兩岸的實力已經太過懸殊了 最後一個選項是 別那麼多 該不會又要花人民的納稅錢吧 這位女同學 你覺得是哪一個 三 五感 五感 實力已經太過懸殊 那這位呢 我覺得是第二個 第三個吧 我覺得是第二個 第二個 別鬧了 不如省下來照顧人民 那妳的感受是怎麼樣 為什麼妳會選這個 對 因為兩岸實力真的很懸殊啊 就是這個差很多啊 所以還不如把他牽涉下來 照顧人民就對了 謝謝 好 同學你們好 台灣的軍方的預算 已經編列創新高 對 3726億 但是大陸中共他們的軍費啊 是5.8兆 那我們2017年才3217億 所以足足多了大概500多億 這幾年之間 那我們想問你 今天我們有這幾個選項 你選擇 你覺得 這個吧 第四個 編那麼多 該不會要亂刮人民的錢 那這位女同學呢 噢 編到了 不如省下 所以你們不覺得 我們編這樣很多 有機會的欸 你不會這樣覺得嗎 有嗎 欸 等一下 女同學為什麼你會覺得說有嗎 他們人多啊 噢 人多 謝謝你們 好 同學你們好 經過知道這樣的背景之後呢 大概四個選項 大家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可以選一下 那會選第二個吧 第二個 別鬧了 不如省下來照顧人民 那你呢 第三個 第三個 五感 兩岸學術太大 那你呢 我也選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 好 那我們陸生 我們問特別一點好了 所以你會感覺到看台灣的新聞 好像有一點緊張的感覺 好感受 哦 是不是 會啊 會很痛 那你怎麼會選擇 你剛剛選擇的答案 嗯 因為就是現在疫情很嚴重嘛 疫苗的部分就已經不夠了 對 然後就是不是還有那個 復必態的什麼事情嗎 那就覺得 應該讓大家都先 打到疫苗比較重要 不愧是學妹有在關注 對 欸 這個很重要 疫苗比較重要嗎 對 好 OK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同學你好 所以你的感受來說的話 如果這四樣選項 請選擇 第四個感覺 憋那麼多 對 憋那麼多 一定是人民出錢 總覺得這樣的預算太高啦 應該是 一定也是花人民的錢啦 不敢保證未來是否和平 那我是希望說 如果可以的話 這些錢應該是先讓人民 先度過一些災難 可能像疫苗啦 這些才是重點 謝謝 同學你們好 今天我們有幾個選項 你看完這個題目後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唉唷 唉唷 很快耶 第一個美女說 編那麼多 該不會又要亂花人民的錢 為什麼 就太多了是不是 對啊 因為就直覺啊 兩岸實力差太多了 兩岸實力差太多 是因為你看到這個 5.8招跟3千7百多億的 還是從哪邊決定 是從這個數字上決定 所以那你們覺得兩岸如果真的開戰 我們會贏還是 輸 輸 會輸 那這位同學 很賺定結結 很賭定喔 很賭定喔 和平就好了 好 謝謝你們 同學你們好 那我本來的那個 今年的軍列的預算呢 就已經達到了 3千726億 創新高喔 可是呢 大陸中共呢 他們在軍事預算方面就已經達到5.8招 沒有我要的選校 沒有你要的選校 那你覺得的咧 做好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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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應該是第二個 第二個 別鬧了不如省下來照顧人民 那同學呢 第三個 第三個 五感兩岸已經很懸殊了 對 那你呢 呃 第二個 別鬧了 因為他們的戰爭會影響到我們人民 對 所以你覺得 乾脆還是和平啦 講簡單 那這位同學呢 就是 你覺得五感兩岸實力已經太多選擇了 就是 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 是因為你剛剛看到這個預算嗎 沒有 還是本來就已經 一直以來的 資訊 資訊 喔 太清楚 那這位同學 我覺得沒需要 那這位同學選擇 其他自己 覺得 做好自己就好了是不是 那你們覺得兩岸真的開戰 我們會贏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那你覺得咧 我也覺得 不會 我覺得咧 你不會 那這位咧 也是不會 好 謝謝你們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街訪 欸其實大多數答案都是什麼啊 跳跳 呃 不是別鬧了就是五感 竟然沒有人說太棒了欸 你們不要說我們不公平 為什麼三個好像都是比較 對於這預算負面 因為其實第一個就已經含瓜全部了 對 因為太棒有機會跟大陸抗爭嘛 這是一個最中性的答案 那總不能說太棒了 屌打大陸 哈哈哈哈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對 對 但是這也是間接打臉那些絕情啊 長期對於這些軍方預算 像韓國人如果要去評論這個 他們就會說我們什麼 唱衰 唱衰 扯後腿啊 你為什麼覺得台灣編列這個刀呢 你是不是要幫忙中共啊 欸可是 今天不是我們要幫忙中共 你看路人百分之百 嗯 怎麼全部都選擇 對啊 不是你們想要的 哇出乎我意料之外 欸對我蠻驚訝的喔 所以 這一些選項裡面來說 最多的人 其實 兩岸實力已經 太過懸殊 你可以觀察下來 其實台灣人民 不管有沒有關心政治的 他們都是有一個自知之明 你就是真在兩岸 好像已經實力太大了 對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人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GO 網站上頭就可以買得到 充分 好 好 開始